拿起鼓棒 跟着长辈及律动老师一起做运动 高雄市长陈其脉自己动还不够 还要现场的九合一参选人及民代们一起动起来 乡村演出没达标就不能参选 高雄营法健身俱乐部联合启动仪式上 陈其脉希望能让长辈多运动 防老化 促进健康 今年为止总共有十个营法健身俱乐部 最主要是在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 可以以更早的方式来预防老化 促进健康 高雄市政府可以继续推广下去 透过这样的一个据点 然后可以让我们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在38区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据点 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跟增进自己的健康 高雄市营法健身俱乐部 设立在社区中的校园或活动中心 除了有运动健身器材及桌游等游戏 也有据点关怀人员协助带动 让长辈不孤单 老师们会教我们老人家参加什么运动 还有那个打鼓 拉拉筋 这些活动还有这些体操活动方面 非常我感觉到对老人家的身体非常好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高雄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17.9% 人口结构老化逐渐步入高龄的社会 在地养老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 目前高雄市国中设日照中心总共有93处 社区关怀据点在2022年底也会达到520处 以及240个住宿型机构 希望长辈们都能够在社区中受到最好的照顾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亚太电视李斯芬荣 奇迫 那是一周 链樹 所以